蔡康永和小S在一起搭档已经很长时间了 以前的下饭总义康熙来了 可谓是创造了很多经典的场面 而突然的下车也是让很多很多的观众不舍 如今他们就再度合体了 主持了一档新的综艺 那就是真相本发八万路 真相本花花万物 全国首当消费行为洞察脱口秀 你花的钱都是为你喜欢的世界投票 蔡康永小S再度携手主持 在第三期中邀请到的嘉宾就是我们的林口 林耕心啊 林耕心在节目中自扑自己和爸爸吵架 互摔东西 摔完东西互相道歉 完事之后自己打扫 怎么样 林耕心的幽默细胞从何而来 一家人都是活宝哈哈 然后首次澄清自己不爱吃辣条 别人又喜欢送他辣条 蔡康永说 你的脸会让人看到就想送辣条吗 被网友拍到自己只是节目效果 并呼吁大家不要辣条 那东西味道很重 吃完很可 蔡康永问到之前被拍到在网吧一边打游戏 一边吃辣条是真的吗 林耕心说那是一个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